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我又有一次,我很久沒見到撿到寶 他其實已經成為了我房間的常客 有時不見了他,都會有點不習慣 心想他究竟去了哪裡呢? 那天放學回來,入房放下書包 一抬頭就見到他坐在窗口寫信 他看著我,點頭打招呼,然後繼續寫 我去看他那首了草英文 寫得好像教科書上的示範字體一樣 有靈有角,工整得比外國人寫 我忍不住說出來說 嘩,寫得好漂亮喔 撿到寶,笑笑口看著我,好像找到滋陰一樣 然後低頭繼續寫 大約十五分鐘後 我見到他在前面的三袋裡,拿了個信封出來 很小心地把封信接好,塞到信封裡面 再舔一下信封的邊 然後很謹慎地壓平封口 我問他封信寄去哪裡 他叫我去看看信封 我記得上面寫著一些英文 具體地址我現在真的忘記了 但我記得上面的國家名稱是寫著USA的 我再望望信封由上角,郵票位有張貼紙 是一個舊式香港郵票 只是圖案看不清,得輪廓的 我們和屋主的生活,由小三直到小四 有時一個月會出現幾次 有時幾個月才見一次 但是我們彼此之間從來沒有說過 也沒有溝通過 平靜地各自各做自己的事 永遠不會阻礙或干犯對方 相安無事,風淡雲清 而且見親撿賭寶永遠都是笑笑口的 好淡定,好有台形的款 唯獨是那一次,真是有點意外 那一次是最後一次見她 是在農曆新年之前的年二十七 媽媽逼我和妹妹大掃除 叫我們清了不要的舊東西 包括衣服和舊書簿等等 我蹲下想在床底找回擺工作紙的紙箱出來 我見到撿賭寶 當時她躺在床底 卷在身上不停哭 整個人在抽搐 一路哭,哭到直接開不了聲 雖然我聽不到 但是那種淒涼到我現在長大了 都仍然會害怕 我當時手足無躁 因為對於這個老朋友 我們從來沒有感情交流 所以根本那時候都不知道怎麼關心她 更何況是安慰她 我想抓住她的衣服 拉她出來 但我摸到的仍然是空氣 她也無理得我 把頭縮在身上 盡情地哭 一直到尾三個小時 在這件事之後 撿賭寶就再沒有在我的房間出現過 現在回想起 零就算過了生 仍然對生活有感 有悲歡離合 有信心的時候 也會淒涼 這些是否就是人生 生前死後 只是一個轉化 內容似乎都是一樣 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另一個經歷